大家好,欢迎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买来的山药,不要再吵着吃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山药新吃法 每天这样吃,身体越来越强壮 一起来跟着我的视频,看着我是怎么做的吧 我们来准备一个山药,把山药的外皮给它去掉 山药的营养非常丰富,常吃山药对身体好 去山药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 不然的话粘到手就会非常的痒 不怕痒的朋友可以不用戴手套 我们把山药去好皮放到案板上 切成自己喜欢的段 放入碗中备用 我们再来准备一个芋头 芋头我选用的是毛芋头 先加入清水,把毛芋头给它洗干净 毛芋头这外皮是非常脏的 一定要洗干净,使劲搓洗 我给它洗干净,给它刮去外皮 毛芋头非常的好吃 可以蒸着吃,煮着吃都可以 我们这边毛芋头非常的便宜 一块钱买一大包,我们再把毛芋头用清水洗一下 我们把毛芋头放到二板中切对半切开 然后切成小块放到小碗中 我们再来准备一个胡萝卜 我这个胡萝卜是老公刚从地里挖出来的 我们先来准备一个大碗,把胡萝卜放进去 加入清水,把胡萝卜给它洗干净 我这胡萝卜是非常脏的 我们洗干净 如果感觉这外皮还是有点脏的话 可以用刮皮刀把外皮给它刮干净 我们把头部去掉 用小对半切开 再对半切开 切成小段胡萝卜 非常的好吃 放小碗中备用 我们再来准备一小块瘦肉 春天要多吃肉 春天正是补钙的季节 要荤素搭配 肉不需要太多 我们把肉放到大碗中 加一勺清水 把肉给它洗一洗 天气慢慢热了 每天我们要坚持吃点肉 但是肉我们不要吃太多 也不要买太多 不好保存 我们把肉洗干净 放到案板上 给它切成小段 放入小碗中备用 我们再来准备适量的百合 这个百合我是洗干净了 不需要再洗了 吃百合对身体好 我们把百合放在一旁备用 我们再来准备一把青菜 春天到了 要多吃青菜 菠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平时我们可以凉拌 可以煮粥 可以做汤 都可以 我们先来把这个菠菜上面 那个黄叶子老叶子 给它摘掉 把菠菜放到大碗中 加入一勺清水 把菠菜给它洗一洗 平时不想吃饭的朋友 可以多吃一点菠菜 常吃菠菜对身体好 春天正式补身体的时候 我们每天要荤素搭配 蔬菜里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我们把菠菜洗干净 我们把菠菜放到案板上 把根地给它去除 然后我们切成小小的段 把菠菜放到碗中备用 我们再来准备一小段生姜 先切成片 再切成丝 再切成末 把生姜放到小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颗大葱 大葱也是洗干净的 切一段 切成小段 放入碗中备用 现在我们准备一口锅 把锅烧热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加入葱姜 翻炒一下 给它爆香 炒出香味 把部分瘦肉 加到里面去翻炒 我们把瘦肉炒熟 加入山药 芋 芋头 胡萝卜 加入适量的清水 搅拌一下 现在锅开了 我们加入菠菜 再加入适量的枸杞 再煮两三分钟 我们就可以关火开喝了 我们看一下 一道美美的山药胡萝卜瘦肉粥 我们就做好了 食材非常的简单 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我们就可以美美的开喝了 把它盛入碗中 像我的老虽 然后再煮一颗 把韵菜 刷入碗中 我们就可以美美的相机 我们最大一样 也刷入碗中 然后骨肉肉 也刷入碗中 这么多 所以现在可以关火 让它们开始取出 营养非常简单,营养非常丰富,里面有山药,胡萝卜,青菜,枸杞,还有瘦肉。 做法非常简单,营养又美味。 我们经常这样坐着吃,一碗,睡得香,身体棒。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着做一下哈。 好了,朋友们,家人们,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